你知道新加坡摄影师之身艺人来到日本学日语 一天能有多潇洒吗 早上9点 今年45岁的莫吉托已经在门口等候着我们大驾光临 他从三个月前来到日本学日语 具体学哪种不得而知 作为日本280万名海外人士中的一员 老莫表示生活中固定要去的地方只有6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的房子 在这个只有15平米的房子 与其说这是厨房 不如说是洗手池 你们可以猜猜这个位于黛黛木上原站的房子租金多少 可以在评论区猜猜 介绍完房子会公布 在厨房的旁边是一个储藏室 满足一个人的需求基本没什么问题 紧接着是浴室 这样的房子一个人住就可以了 如果两个人一边上厕所一边洗澡就不好了 老莫表示这个房子跟他上海的老祖屋差不多大 为了省钱 家里除了冰箱 所有东西都是网上购买然后自己组装 阳台的洗衣机也是二手的 外面的景色还是有点差 但好的一点就是可以翻下去种菜 房子在铁路和学校隔壁 每天早上九点不用闹钟就可以准时吵醒你上班 还是非常方便的 说的好听一点 老莫是自由摄影师 不好听就是收入不固定 所以选在这里也是逼不得已 好就好在房租不算太贵 一个月六万七日元 折合人民币三千三左右 而且还在东京市中心 算是不错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日本租房有个很奇葩的东西 就是要是钱 租房除了要交一个月押金和房租 还要额外交多一个月跟房租一样的钱 这个钱是拿不回来的 你可以理解成佣金或者感谢房东的礼物 十点三十分 老木会前往每天壁区的第二个地方 乘坐地铁五分钟就来到了色谷 这是机文化 购物 商业 观光等一切的中心 非常热闹 你想得到想不到的都有 这个著名的色谷路口 每天有五十万人穿过 看着这么多人头 想想都恐怖 十点五十分 继续步行四分钟 就会来到第三个壁区的地方 日语学校 不要想歪 非常正规的 这是一间坐落在色谷和元素之间的大墓 学校里面有六间教室 通常来到这里学习的人 都是为了在日本找工作或者商务交谈 遗憾的是 卡哇伊的女老师今天休假了 只留下阿姨在这里值班 虽然颜值不咋样 但二十年的教学经验 也让非常多人选择了她来当老师 包括老木 十一点三十分 第四个壁区的地方就是超市 通常会去OK店 日本超市唯一的特点 就是里面有不同种类的海鲜 而且非常新鲜 这家超市也是老木区的最多的 因为性价比很高 两升的矿泉水只需77日元 折合人民币不到4块 至少比我们这边划算 如果一次性买六瓶更便宜 只需不到400日元 老木表示比自来水还便宜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但因为老木没有私家车 所以他只能拿一瓶 还是有点惨的 有趣的是 在日本超市有一个商品是跟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的 那就是豆腐 其他地方的豆腐都是一大包的 而日本都是一小块 主要原因就是日本人都喜欢族居 这个分量是刚刚好够一个人吃 看着老木的背影 此时的他会消失两个小时去干大事 下午两点 来到第五个地方就是筑地 这个地方出名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鱼市场 这里能吃到很多新鲜的海鲜 而这个篮球场老木每周都会来 跟朋友打一场篮球 通常都是在学完日语后做的一项运动 时刻保持体魄和精力是很有必要的 来到日本的外国人都会在社交网站上通过圈子认识 身在他乡 单单靠自己生活是非常孤独的 下午五点 从色谷乘坐地铁五分钟 就会来到中木黑 每周他都会见一个日本朋友 是一名歌手和作曲家 已经认识三年之久 颜值还是可以的 所以他每周都会前往朋友的工作室看他唱歌 作为回报 朋友会经常请老木吃饭